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8月7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能业 今年以来的中国的各行各业的民营企业 可以说受到了一轮一轮的暴击 我们数一下你像从阿里到滴滴 这些是代表的科技公司 然后再到新东方 好未来为代表的教育行业 基本上都受到了暴击 中共的监管层 对他们是一轮一轮的打击 教育股的价值基本上即将归零 很多时候大跌百分之七八十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在纷纷裁员转行 前几天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 是发布了一篇文章 炮轰了手游 指出手机游戏是荼毒未成年人的精神鸦片 那么这个文章一出来 立马就引起了行业的震荡 囤讯的股价瞬间就暴跌了三千个亿 可见新华社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他这样随便指一家企业 可能让这家企业 就是到一个非常困难 甚至毁灭的境地 哪怕是像囤讯这样的巨头也不能幸免 他们发表的东西 可以说在中国基本上是举足轻重的 有政治意义在里面 代表着中共政府的一种取向和判断 那么继手机游戏之后 昨天夜里 新华社是再次发布了重邦文章 炮红奶粉再一次引发了行业的震荡 你像奶粉行业的比较知名的品牌 中国国内的飞鹤 亚士尼国际等一众奶粉巨头 纷纷的股价暴跌 市值转眼间就蒸发数千亿 那么这些企业也变成了精工之量 在新华社点名批评腾讯的游戏 说它是鸦片之后 腾讯股价是暴跌 而腾讯也是进行了紧急的危机公关 宣布了对玩游戏的人的年龄 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而四个小时之后 新华社的这篇神作这篇文章 就是批评游戏是精神压片的文章 在全网又删除了 可以说非常有戏剧性的 也是让外界很吃惊 新华社为什么突然删掉了这篇文章呢 可能是担心对腾讯为代表的中概股 带来更大的一轮毁灭性的打击 影响太坏 所以官方暂时又改变了策略 毕竟他们还是知道这篇文章的分量的 很多人以为腾讯涉险过关了 逃过了一劫 但是这么想明显是太简单了 我们想想新华社既然是大动干戈 做了这样一篇文章 起了这样一个念头 而且还写了文章来批判发出来了 他明显了 他就不是新华社一家随意性临时性的一个想法 不是说突然起信 他写这篇文章来批评腾讯的 肯定是蓄谋已久 对不对 肯定是经过周密的策划 而且这可能也代表了整个中共的监管层 对腾讯的一种态度 对腾讯为代表的游戏这一块 这个行业的一个态度 所以当然腾讯是不会这么轻易过关的 昨天深夜突发 那个北京的警察院是出手了 微信被起诉了 这个消息也是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昨天监管的大锤子又还是落下来了 昨天晚上绕过了深圳的司法机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警察院了 对腾讯是提起了民事公益的诉讼 理由是微信的产品 青少年模式侵害未成年人合法的权益 可以说这是极其罕见的 海淀区的检察院就声称了 本院在旅行职责中发现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微信产品 它的青少年模式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涉及到公共利益 找出的理由同样是 腾讯的产品对青少年不利 和最开始新华社说 腾讯的产品是精神鸦片 其实是如出一辙 基本上都是打着保护未成年人的民意 对腾讯是动手 那么这个起诉的消息可以说 基本上被确定为中国监管存 对腾讯正是动手的一个信号 我们看一下根据中国的法规 海淀区的人民警察院 目前是并没有权利来起诉腾讯的 而是公告号召有起诉资格的社会团体 比如说像复联 像消费者协会 或者是其他青少年组织来起诉腾讯 侵害了青少年的权利 那么如果30天之内无人出面 警察院他才可以发起诉讼 不过这一公告 已经把微信的团队是吓料了 连夜就发声明回复 腾讯对此回应是这样说的 他说 西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警察院 有关微信产品青少年模式相关公告的报道 我们将认真自检自查 微信青少年模式的功能 并且虚心接受用户建议 以及诚恳应对民事公益诉讼 我们很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微信将积极承担起保护和引导千少年的社会责任 比如说腾讯这个回复了 也是伏低啊 作效啊 确实认输了 在中国监管层的大半面前呢 可以说任何的狡辩和对抗或者不服软 基本上都是找死啊 可以参照阿里和马云的遭遇 对不对 监管层要搞你的话 你就认错 你就低头就完了 你想马云那样去对着干的话 那可能死的会非常之惨啊 除了服服帖帖 认错整改 你别无他途 腾讯也不例外 马化腾可以说他也是聪明人 他知道要服软了 就像有一个段子说的啊 一个小孩问他的妈妈 他妈妈是检察院的检察官啊 他说每次起诉 为什么总是你们都赢 然后他妈妈就说 这是国家 要我们必须赢 所以大家想想这个段子里面的内涵 基本上你和国家对着干 国家要起诉你 那么基本上你是没有赢的可能性的 最近20年呢 腾讯在国内确实也是越做越大 呼风唤雨 没有企业能够在腾讯的主场 深圳南山区法院呢 打赢官司 你能赢过他 基本上是没有的 包括很多是被腾讯剽窃的一些企业 很多企业是自己做出了独立的产品 然后腾讯呢 模仿山寨别人 基本上把别人就击垮击死了 对不对 那么你如果要起诉跟腾讯打官司 你都是必输无疑 所以江湖人称腾讯呢 是南山的必胜客 很明显当地的攻减法呢 是在为腾讯服务 在保教航行 但是这一次可以说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换成公权力出马 来起诉腾讯 不是一个民营企业 不是一个企业 而且这一次呢 是换了一个地方 天子脚下的北京的海定区出马 可能结果呢 我觉得会完全不一样 成也萧何呀 败也萧何 腾讯可能真的会栽在游戏上啊 整个中国的游戏行业呢 也将迎来教育股的一个命运呢 可以说整个结果 我觉得是很难改变的 总加速师啊 现在确实非常厉害 一个一个的曾经茁壮成长的中国的行业 在他的受益下 可以说正在被打压 在被暴击 灰飞一灭 那么这些没有刨的一个个都在背载 但是呢 那些正在想刨的呀 也是非常凶险的 没有那么容易脱身的 现在看来啊 最新得到的消息是黑石236亿港币啊 收购搜狐中国的案 获得了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的立案审查 潘石屹可以说想跑路啊 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8月6日 搜狐中国有限公司 以及黑石集团旗下的公司啊 联合发布公告就称 说今年8月3日 要约方收到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在今年的8月2日签发了通知 对要约方根据中国反垄断法提交的申报 正式立案审查 尽管这个审查呢 也获得正式的立案 要约方以及搜狐中国 仍然可能会被要求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以及材料提供给监管机构来审查 当然了提供信息以及材料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幌子 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呢 就是中国政府啊开始使盼子 不让黑石来收购搜狐中国 只要中国监管层部松口的话 可以说潘石屹 这236亿港币啊 他就拿不到手 他就卖不出去啊 所以潘石屹也就走不了了 尽管这几年呢 潘石屹可以说尽量的一再低调 再低调 基本上不涉及到政治或者是社会性的话题啊 都是养花弄草的那种啊 但是啊 他热上的事还是不少 可以说是树欲净而风不止 他的好友比如说任志强被重判 对不对 这个事情很多人也是问潘石屹的意见 这不是营火烧生吗 往他身上营火吗 而且他的儿子潘瑞呢 因为侮辱烈士 被跨国通缉 你说和他能没有关系吗 而且他的资产呢 已经是大幅转移到了海外啊 主要是美国 所以在政治挂帅的今天中国啊 这些都可能成为他的原罪 大家想想 这些事情对他会没有影响吗 当然是有的 现在这最后的236亿 可以说是潘石屹的核心资产 就是SOHO中国的核心资产 那么如果他甩卖出去了 基本上就算是彻底清盘了中国的资产 彻底做空中国 卖了几年呢 是一直卖不掉 好算现在的黑石公司啊 愿意折价接盘来购买它 但是现在看这种情况啊 中国的监管层又介入了 可能也会被搅黄这种交易啊 所以黑石和中国政府呢 我们知道他的渊源也是很深的 如果中国的监管层叫停收购 其实黑石也会遵从 他也是没办法的 潘石屹这次可能呢 还真没法全身而退啊 我几年前曾经就说过说 过几年再看 还是下周回国的假会计 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大家看看现在假会计 对不对 在国外风生水起啊 他的公司也上市了 反而是国内的一众大佬 龟头图脸的 被打压认错的 对不对 基本上跑路也非常困难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总加速师对类是 是钳制打压企业 打压很多产业 在外部呢 总加速师啊 也没有停下来 我们看一下美国病毒溯源的报告啊 也是即将出炉了 这个对中共的暴击啊 可能才刚刚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场大风暴啊 真的可能马上就会点燃全世界一个最大的热点 我看目前中共外交部和官媒啊 也是都高度的紧张 开始大声的嚎叫啊 开始先发制人往美国甩锅了 但是现在来看呢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用 只是死猫跳而已啊 这个月全世界最大的瓜呢 莫过于是病毒的溯源 那么这个新冠病毒已经把全世界人们摧残的够呛了 我们看一下全球有75亿人口 现在已经感染了高达2亿多人 平均感染的人数呢是2.6% 死亡已经达到了428万人 不比一场战争死亡的人数少啊 即使是没有被病毒给毒死 也因为病毒搞得经济萧条损失惨重啊 那么全世界的经济基本上是中断了 破产的破产 失业的失业 现在病毒呢还在不断的变异升级 所以我们看一下全世界的疫情呢 是一波一波的接着爆发 感觉就是看不到头啊 由此可以看出啊 这个病毒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 遍布之广 伤害之深 可以说不可谓啊 是灾难不身重 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深受其害 都对病毒呢痛恨不已 都讨厌了目前封锁的生活 早日清查病毒的来源 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 当然病毒的制造者和受益者是除外的 按照国际惯例呢病毒在武汉大流行爆发的 那么病毒的源头呢应该就是默认是武汉 对不对 你就是从这里爆发的嘛 但是呢现在中共战狼是各种甩锅呀 现在栽赃美国的实验室 之前否认病毒来自实验室 现在又承认说病毒来自美国的实验室 所以这明显就是自相矛盾 我看前几天的记者招待会上 赵立坚呢被俄罗斯的记者提到了这个问题 可以说非常的尴尬 基本上就是自己打脸自己 当然俄爹这一次也是不手软 世界卫生组织的可以说也是不作为之嫌 调查不出病毒的来源 所以美国这一次啊是站出来了 痛下决心要查清病毒的来源 给全世界一个交代了 随着那个90天大线的一个临近 世界的形势啊 我觉得是越来越啊阴云弄罩 究竟谜底如何呢 人们都在期待谜底的揭开 感觉啊中美摊牌的时间呢 没几天了 空气可以说都变得非常紧张 现在大家看一下中美两国的媒体啊 基本上都对这个病毒素养即将公开的信息啊 都是高度的关注 高度的报道 当然目的是各不相同的 CNN说了 这个庞大的信息目录包含了从中国武汉实验室研究的病毒样本中提取的基因蓝图 报道一方面宣称不清楚美国情报机构是如何以及何时获取这些信息的 但是又提示说参与创建和处理这些基因数据的计算机呢 通常会连接到外部的云服务器上 因此呢可能会为黑客拿到 报道说了处理这些信息啊 需要适用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 而且由于那些信息是中文写的 破译他们呢 尤其面临着挑战 需要有可信任的懂中文的一些病毒学相关方面的专家 而且有涉密方面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才能破译这些信息 很明显呢 就是说美国已经通过情报部门呢 搞到了武汉最初的基因的一些数据 据说有2000多人的 那么如果把这个破译出来 可能对这个病毒的溯源呢 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的官媒就认为啊 说CNN的报道呢 是为美国即将揭晓了情报机构调查来做舆论的铺垫 或者说呢 是像作家写作一样 先埋下一个大伏笔 中共的战狼部门呢 从中暗示世界新冠病毒的来源 就是武汉病毒实验室来的 那么武汉今天中国的官媒啊 都发动了 说美国是在准备栽赃中国 就像当初呢 栽赃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一样 中共基本上非常擅长于这种愚嫩的煽动和调动啊 所以他现在把美国当初发动伊拉克战争 他找的那个时候找的理由呢 就是说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那个可能是美国的情报失误啊 但是这一次可以说完全就不一样了 中共把这两个事混在一起说啊 基本上就是给自己在洗牌了 洗地了 那么这个强大的基因数据保库呢 一旦被破译出来 那也就是等于露出了冰山的一角 全世界可以会一亲二手的看到事情呢 来弄去买这个病毒怎么在武汉爆发的 是不是从武汉实验室可以说都将大白于天下了 不能不说呀 现在示威组织啊 可以说和联合国基本上都已经和中国保持了距离了 坚持美国所要求的到中国进行再次病毒溯源的调查 世界卫生组织的谭书记啊 谭德赛明显可以说也是叛变的 让中共也是非常老火呀 他把自己以前的结论全部给推翻了 而且联合国的秘书长呢 古特雷斯也被他带下水 支持美国的病毒溯源 可以说中共现在感觉到全世界都是敌人的 被围堵啊 感觉到大事不妙了 我们看一下之前呢 谭德赛数件和中共是非常之好的 病毒在武汉刚爆发的时候 各种替中共辩护 替中国来辩护 对不对 这次呢 他向中国叫板 可以说还真的就是个农美大印的家伙叛变 今天看到新闻呢 就说中国又承诺再向世卫组织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 世界卫生组织狮子大开口 说世卫组织还差115亿美元的缺口 可以说这是永远填不满的一个黑洞 现在呢 世卫又开口要钱 又支持美国的溯源 让中共啊 也是非常头疼 这个封口费啊 看来真是个无底洞啊 基本上看不到头 我搞不懂的是啊 中共战狼们说是美帝德特尼克宝放的毒 就应该由美帝来买单了 为什么你还要中国出钱 难道不怕被世界认为说你是一溯源就给钱 引起别人的猜忌和误会吗 对不对 你不是说这个病毒是美国放的吗 那么你为什么要给这么多钱呢 是不是封口费 是不是让世界认为了 世卫组织已经抓住了你的把柄 一说溯源呢 你就给钱 对不对 基本上服软了 我看拜登总统呢 在5月26日给美国的情报部门下令是90天要查清病毒的来源 眼看了没几天就到了大线的日子 基本上是8月26号左右就有90天了 全世界可以说都在等待着这个结果 美国国会啊 就新冠病毒溯源在进行听证会 并进行听证的表决 那么一旦通过啊 就相当于珍珠港事件后的1941年的国会表决 基本上后果我觉得是不容想象的 拜登呢 确实还是非常老辣 让中共非常头疼 华盛顿呢 这个围剿中国的政治游戏啊 可以说即将击开底盘 围绕病毒溯源的暴风雨啊 也即将刮起来 不但如此呢 美国还和盟友不停在南海 在台湾进行亮剑呢 英国的航母刚走 德国史上第一艘的军舰又来了 而现在中国的国内啊 可以说这个疫情也是基本上失控的啊 你像南京 扬州 株州 张家界 这些就不说了 现在你看武汉呢 前几天还是十几个小区封了 现在已经有104个小区啊 实施封控的管理 基本上全部都封闭了 封控小区和工地实施人员呢 只进不出 严格限制啊 人员的流动 这是武汉 同时武汉的1000多万人 年夜做核酸检测 武汉人开始抢超市前几天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武汉的疫情呢 还在爆发 今天这个病例啊 又是增加了好几例 所以武汉本身就比较敏感啊 如果他这个疫情再这样爆发出来 可以说对全中国 整个中国的这种人心的打击啊 还是比较大的 而郑州呢 现在情况也是不断的恶化 郑州也是千万几人口的大城市啊 最新发布的通告就称呢 进一步强化疫情的防控措施啊 要求全市的居民小区和村 实行闭环的管理 所谓的闭环管理呢 是否是封城 现在网上都在热议啊 市政府说不是封城 郑州没有封 但是实际啊 大家想想 把大家都封在小区里面 全市的人都封在小区里面 封在家里面 你基本上不能出小区啊 这还不叫封城吗 而且交通都取消了 中断了 这还不叫封城叫什么 你取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闭环 但实际和封城呢 就是没有两样 而且是死封城的那种 小区都不能出 所以郑州这个情况 也是在不断的恶化啊 那么全国其他地处的疫情呢 现在还在不断的爆发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 中共可能真的这个疫情呢 要失控了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 阅读可以说是一门终身的修行 我们应该是活到老 学到了 但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呢 是越来越快 我们很难完整的读完一本好书 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 读不懂 或者是很难坚持 所以结果呢 都是看几页之后啊 就半途而废 现在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 那就是听书 特别通过听财经类的书 来培养我们的财商 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 实现财富的增值 经过我们团队精心准备 我们挑选了一百本书 这些书都是千百年来啊 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好书 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 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 还是想规避风险 在投资中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这些书啊 都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精品 经过我们的改进优化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了 还推出了选书功能 由大家来决定每期更新的书 每期更新的书呢 将由粉丝投票选出 保证我们的书啊 都是大家喜欢的 并且是适合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一周就能读完两本书的精华 通过365天的坚持学习啊 就能让你财商迅速的提高 更加接近财务自由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 很难坚持 但现在呢 如果能让你免费加入 并且大家一起学习 共同进步 那么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现在财经能力读书会啊 推出了100天读书的计划 只要加入读书会 每天坚持读书打卡 打卡满呢 21天将返还15%的会费 打卡完100天 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你就是说坚持学习 你就能免费加入读书会的学习 从现在开始呢 加入读书会的用户啊 都可以参与 不过我们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活动 用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也可以通过评论区 以及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加入 关于读书计划的详细规则说明 我也放在了评论区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我们不见不散 目前中共可以说真的是内忧外患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全世界都期待着中共解体的那一刻 我觉得离那个时间点呢 也许是越来越近啊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